等会儿 这天快晌午了 我看啊 还是直接把晌午饭做了吧 好 我这就去 没有被劈头盖脸一顿骂 白水柳已是又惊喜又意外 急忙抬手 招呼排行第二 今年八岁的白丽夏 丽夏 来帮我烧火 你们四个找点盆网罐啥的 在屋子里头把漏的水借一下 这雨过摸着得下上一会儿了 不借一下的话 淋湿了铺盖 晚上没法睡觉 我去做饭 说吧 在屋子里头 寻了一个有些破旧的斗笠 往头上一戴 穿过雨帘 往一旁茅草顶的造房去了 愣在原地的白水柳 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七岁的白竹叶 小心翼翼拽了拽白水柳的袖子 大姐 娘这是咋了 不知道 白水柳摇了摇头 大姐 我怕 同事七岁 家里唯一的男丁 也是最小的白米豆 伸手抹了一把眼泪 不怕不怕 大姐在呢 待会儿你们仨都打起点精神 别让娘就这错处了 免得到时候惹了娘不高兴 又挨一顿打 虽说 苏木兰刚刚的表现 好像温和了许多 像个正常人了 可白水柳心里还是没底 我去造房里头帮着烧烧火 你们仨赶紧照娘说的 找找碗呀挂的 接着点水 嗯 剩下的三个小萝卜头 点了点头 急忙去找寻当用的东西 白水柳想了一会儿 才卷了裤腿 往造房走 造房里的苏木兰 此时正忙碌着做赏午饭 苏木兰想了想 从那已经有了裂痕的面缸里头 有了小半瓢棒子面 小半瓢的红薯面 又配上了少许的白面 混在一起活成面团 那边醒着面 苏木兰将造房里头 白水柳他们晨起摘回的银银菜 给摘洗了一下 白水柳这会儿冒着雨进了造房 看到苏木兰已经开始摘银银菜了 愣了愣神 娘 这是上午要吃和乐面 嗯 苏木兰点头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片刻的迟缓 十分利索地将银银菜的菜叶摘了下来 放到木盆中后 推到了院子里头 苏木兰答得自然 白水柳却是有些不确定 又试探性地问 这些都做了吗 当然 也就是说 这和乐面不是给苏木兰一个人吃的 他们四个人都有份 但即便再次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白水柳仍旧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苏木兰进造房做饭 已经是日头打西边出来的稀罕事了 上午竟不让他们四个人吃菜团子 喝菜叶汤 而是能吃上和乐面 还是这么大的分量 水柳 帮我往灶里头填拔火 苏木兰把淘写好的银银菜 放在了案板上头 切了两刀 好 白水柳回过神来 蹲在灶前 把那些捡回来的枯树枝 往灶里头塞了一些 感谢